作者 风行烈 我是兰修 精彩 马上开始 第1148集 等天黑 凯隆斯文言恶然 紧接着眼中略过一丝羞脑 直到傲锋 真是故意和他唱反调 不由在心中大骂 臭小子你就装吧 弃成之后 倒要看看你还怎么装下去 别说天黑了 就算天黑又亮了 亮了又黑了 我也不信 你还能翻盘 他暗地里正骂得起劲 却忽然发现 天空上竟不知何时 多出了一大片阴云 将尚未完全落山的太阳 严严实实地遮蔽住 一时间 狂风大作 黑云密布 雷鸣闪电 不绝于耳 突如其来的异象 令人有些措手不及 天空上的风起云涌 映得下方众人的脸色 也是变幻莫测 不知所以的群众们 亚人的焦头接耳 许多炼气师的脸上 却是一片震惊 木伤脸上的喜悦之色 煞是消逝不见 脸色苍白 两眼发直 手中的极品灵主宝器 锁魂环 几乎掉到地上 而凯隆斯 则是望了望头顶 露出茫然不解的神情 诶 这天怎么真的黑了 突如其来的阴云 遮蔽了整个丹廷会馆的上空 远方残阳的艳红之色 尚未完全退去 电闪雷鸣声 几乎震得人两耳失聪 这诡异的气象变化 绝不会是普通的自然现象 可若说是傲锋弄出来的 却又令人难以置信 自然之力何其伟大 这属于规则范畴 就连巅峰大君王 也无法操纵 傲锋只是区区一名君王 又怎能拥有这样的力量呢 众多不明所以的人 完全无法理解 都是一副惊讶失色的模样 愣愣地仰望着天空 人群中 唯有少部分炼器师才知道 眼前的情景代表了什么 但他们此刻也全都傻眼了 相对于傲锋 能以君王实力 掌握天地规则这种无稽之谈 他们却认为眼前的景象 才更加令人惊悚 君王姐 一道甘涩 却清晰无比的声音响起 站在三层楼平台上的木伤 喃喃发话了 老者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才艰难地吐出了这三个字 而这三个字 就好像霹雳天雷一般 在人们的耳边轰然乍响 一双双眼睛 霍得瞪圆了 他们用不可思议的目光 看向傲锋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 只觉得世界一片混乱 仿佛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 君王戒 秦锋陛下炼制出的 竟是君王戒 牧尚大师 你说什么呢 你这是在开玩笑啊 他怎么可能炼制出君王戒啊 凯隆斯惊叫失声 在极度的刺激下 他对牧尚这位炼器大师的言辞 也失去了往日的恭敬 凯隆斯陛下 你这是什么话呀 难道你认为 老夫真的是老眼昏花了 到辨别不出成器等级的地步了吗 还是说 你认为老夫在骗你 牧尚本就在傲锋这件君王气下 大受打击 又遭到质疑 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 口气不善道 这 哎呀 牧尚大师 我没有这个意思 凯隆斯也知道 自己有些失态了 连连陪笑 换了一种委婉的说法 只是 秦峰不过是连百岁都还没到的小辈呢 说他能练至君王气 这太让人非议所思了 牧尚何尝不知道此事的惊人之处 事实上他到现在还觉得脑袋里嗡嗡作响 可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再抵赖 不认 也只是徒增笑话罢了 深吸了一口气 牧尚常叹道 年龄的长幼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记忆 秦峰陛下炼制的唤气 的确引来了天地异象 唤气等级便不可能有错了 请陛下睁大眼睛看看清楚吧 难道凯隆斯长老堂堂黑暗一掌 连君王气出风云变这句话 也没有听说过吗 君王气出风云变 凯隆斯口中滴滴重复了一遍 瞳孔狠狠一缩 这句话的确是对此刻情景最好的诠释 凯隆斯再次仰头 瞧了瞧风起云涌的天际 一双拳头慢慢握紧起来 他不是没听过这句话 也不是不知道这句话代表的含义 只是在牧商直接地说出来之前 他压根都没有往上想过 炼制出君王气是什么概念 迄今为止 整个诸神大陆 只有一位公认的 能够炼制出君王气的十二星炼气师 那就是和风岛主沐清明 他代表了诸神的最高炼气水准 乃是诸神的第一炼气师 除他之外 这个境界中再无第二人 再次一级的炼气师 哪怕十星炼气师中的佼佼者沐商 也无法随时随地炼制出君王气 可见君王气的成气之难 奥峰果真有炼制君王气的能力 那岂不是说他竟有着与和风岛主比肩的记忆 一个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小辈 竟能与大名鼎鼎的天下第一炼气师相提并论 这是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事情 在亲眼见证之前 哪怕明着告诉他们 他们也只会当成一个笑话 可是当这个笑话成了事实 那可就不好笑了 如果他真的是十二星炼气师 对于当今的大陆局势来说 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这一刻 凯隆斯多么希望自己听错 或者是沐商看错了 然而残酷的事实 却毫不留情地将他那点侥幸心理粉碎了 远远的高台上传来傲风清朗的笑声 到底是沐商大师有见识 不愧是出身和风岛的炼气高手 向上望去 傲风眉眼含笑 双目熠熠生辉 就在刚才 他顺利完成了换气塑形的最后工作 他站在乌云黑炉的旁边 置身于风云阵眼的中心 却是稳如泰山 微然不动 他的手扶在炼气炉上 漆黑的炉中 一团散发着青蓝色光辉的小物件 从中冉冉升起 那光芒虽不是那么夺目耀眼 但格外嘴人心魄 终于 那团光辉彻底脱离了炼气炉的桎梏 飞到了天空之上 大风猛然地席卷而来 发出嘶吼般的呼啸声 无穷的元素和天地灵气涌入了光团之中 让那小小的光团突然变得格外绚烂 刺眼地让人们纷纷眯起了眼睛 不过这耀辉一闪即逝 大量的灵气便彻底被吸收进唤气之中 气成 望着这件唤气 傲锋的脸上 样起一丝满意的笑容 虽然 他不是第一次炼制出了君王气 但气成之后的那种成就感 依旧十分强烈 没有了光芒的掩盖 唤气便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这是一件非常精巧的项链 冰蓝色的链身 犹如一串串起的珍珠 散发着明亮清新的色彩 配饰的中央 镶嵌着一枚青色宝玉 其上流光溢彩 隐隐有惊人的灵力从中散发出来 此刻最引人注目的 莫过于项链的末端 清晰可见的唤气挡位了 那太阳般的根根尖刺 从中央散发出去 赫然是十二道 十二道唤气挡位 十二阶唤气 真是君王气啊 我竟然亲眼目睹了 一件君王气的弹伤 秦风大人 居然是一位十二星炼气师 十二星炼气师 天哪